今天下雪了 哇 你们能够看到这个雪花吗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哈喽 大家好 雪鱼现在在维方 维方美食有三大件 朝天锅 肉火烧 还有鸡鸭和乐 每次提起鸡鸭和乐 总让我浮相连篇 鸡铜鸭讲 鸡鸭一起奏乐 反正就是和美食联系不到一起去 根据名字是猜不出来它是什么的 算了 今天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雪哥 我要两个小碗 对 再要一个芥末鸡 在那边直接拿 是吧 行 哇 能看到这一口大锅里有多少鸡和鸭吗 锅里还有整颗的葱 山东和大葱的关系是说不清楚的 大葱在锅里就是起到一个去腥提香的作用 直到现在 我们才看到做和乐的冰山一角 其实它的制作是比较繁琐的 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首先呢 是和乐调子的制作 煮锅道的上方 夹着一个桶状的和乐窗子 底部均匀地分布着直径和圆筷子差不多的一些漏孔 煮锅里的水烧得沸腾 把和好的面团填入和乐床子里 然后用力将面团通过底部的漏孔挤压成和乐条 直接会下到滚开的锅当中 和乐条是粗的 圆的 直径约3-5毫米 长呢 有1米 煮好后的和乐条会再捞到冷水当中 这样做出来 他们彼此是不粘连的 面条里的小配菜 颜色很丰富 种类也很多 但是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是鸡蛋皮 还有焊肉 钓鸡蛋皮 可是山东人的拿手绝活 过年 过节 或者有客人来 谁要是能够做上一份薄薄的鸡蛋皮 那可是被认为是厨艺高手的 放在碗盛中间的是酵肉 酵肉在外地人眼里很像是切片的红肠 切片的午餐肉 它是合了面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做法呢 很像是肉丸子 但不一样的是 团好的肉馅不需要油炸 直接上锅蒸出来就可以 现在一些店里为了在短时间内切出方正的形状 省去了团丸子这一步 直接放在托盘里来蒸 现在知道了吧 合了其实是一种面 我要的这个是小碗的 19块钱 看起来料还是很足的 哇 山中这么冷的天 来一碗这么烫烫的面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合了面好不好吃 要先看底汤好不好喝 刚才我们也能看到 那一个锅实在是太大了 咱先尝尝它的汤 哇 汤特别的鲜 能够喝出来是这种鸡鸭掉出来的鲜味 还有一些咸味 此外呢 还有香油的这种香味 真的是里面加了什么 立刻就能在味道上得到提鲜 看看这碗面里有什么样的料 鸡蛋皮 香椿 香菜 甜蒜 胡萝卜 撕好的鸡鸭肉 最后上面撒的一些的这种酣肉 面条好搓呀 一根根的跟筷子一样 面条白白坦坦的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面条不是拉出来的 也不是擀出来的 而是在河楼床子上压出来的 这种做面条的形式 最早起源于山西陕西这一边 河楼床利用杠杆原理 一边做人 一边出面条 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形式 而且非常智慧 后来这种制面的形式传到了围方 当地人对它做了一些改进 用小麦粉代替了巧麦面 然后配上这个鸡鸭肉 酣肉 还有各种的小料 取河露的谐音 把它命名为河了 而且这碗面的底汤也不再是面汤 而是用鸡鸭肉雕出来的鲜汤 所以给它取名叫做鸡鸭河了 现在它是山东的小吃了 这个河了面这么粗的好处是什么 虽然它吃起来挺挺有嚼劲的 但它的好处就是不怕脱 尝一口 这个酣肉 酣肉 真是肉如其名 这个肉真是比较实的 一口下去 肉感十足的感觉 非常紧实 面里放了一些小香春 还有小糖蒜 特别的提味 这一碗很快就出路没了 如果觉得小碗不够吃的话 还有中碗 大碗等着你 走 唉 吃完了 其实围方和乐没有第一 但是每个围方人心目当中 都有一个第一的和乐 和乐还有其他的寓意 比如说小孩过生日 老人过瘦的时候 会来一碗和乐面 寓意着和和乐乐 和谐美满 儿童放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圆 这里的纸圆就是风筝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被叫做风筝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能看到我身后的风筝有什么不同吗 它是用竹片做的 最早的时候 人们用木头薄片做成鸟的样子 非常甜 这个时候它叫做木渊 后来东汉菜轮改进了造纸树 人们用更轻更薄的纸来代替木头薄片 这个时候它叫做纸鸟 纸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被用作军事用途 上面会绑上竹笛 当它飞上天迎风作响 会发出争鸣的声音 所以纸鸟又叫做风筝